-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耶 大家好 我是柯斌展教室 你看我手上有個燈 正常的燈長這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測試的時候 發現有異常 老實說 我那天在逛這個 我逛7149天連放六百萬塊 還請人家去拔開 拔開是長這樣而已耶 哇 後面 這是一個IC版 最後要測這個而已 對 重點來了 拿去刷 我們都怕說 刷不準有嗎 我把兩趴都給他拆開 左右都拆開 你刷過去 等一下測完之後 沒毛病 沒有問題 都是好的 好的 我等一下測試給你們看 真的還是有問題 給我一次機會 如果動不行 我也真的沒辦法了 我剛剛太渣妹來 我把它插上去 掃黃燈是好的咧 所以有人說是因為人裡面的 電球不一樣 就造成它會快閃 來 我試給大家看好了 正常是這樣上去 因為我們拆開了 我們剛剛有講嘛 這兩個拆開了嘛 上去裝了一顆的 沒有殼的 然後這一個我也插上去 再插著這樣插下去而已 你看 插在那裡 你看一下喔 有閃吧 正常 然後我把它關掉喔 先看這一邊 正常嘛 對不對 超過三下了嘛 對 關另外一邊 第一下 有沒有 快閃了對不對 對 對 那如果反過來插咧 我要確認啦 是不是這顆壞掉還是 好啊 是不是這顆壞掉還是 沒有 交換喔 這樣是不對邊的 好 兩邊都插了 你的角度不太一樣 我就放著你看得到 我一樣先掃黃燈喔 都亮嗎 都亮的 都亮喔 正常閃爍 好 來喔 換那邊 可以嗎 好的 好的 這邊開始閃了 開始閃了 好 換這邊 好的咧 所以那一個就是有問題啊 所以不是線的問題 是那個的問題 煞車會亮嗎 有啊 兩顆都亮 所以我覺得 以這樣看起來 燈泡是透過好的嘛 它會亮嘛 我再拆啊 電阻好大顆 電阻好大顆喔 對齁 那麼大顆到時候 沒關係 如果真的不行 到時候電阻就放哪裡 你知道嗎 這邊這邊 到時候放在這個空間 其實這電阻有分很多種啦 你買這個比較大顆 我看過有一半 大概一半這樣而已 之前有一台 也是這樣壞掉 前面的燈 左右調換都沒有用 後來是發現 它後面的電阻壞掉 這個是放這樣燈吧 沒錯吧 所以黃色這一條 把它剪掉 今天這一個 應該是這樣做吧 煞得下去嗎 我就覺得 如果真的不行 到時候請它 繞出來就好了 其實我是覺得 最好是 這個是放在外面 那線 叫它去挖個洞 就出來 類似這樣出來就好了 我告訴你什麼 對 人家說 要白色 黑色 剪錯了就爆炸了 還好沒有砰一聲 所以其實這個燈 也是可以用 可是好像那時候插下去 沒有用 我有開什麼燈嗎 開小燈喔 小燈亮了 來囉 見證齊齊的一刻喔 不行啦 幹 為什麼 沒有用耶 怎麼辦 還是那個小燈 裝錯 它分正面 我把它再反一次 我們假設有好了 上次菲亞特不是也這樣嗎 對啊 然後他後來查一查是 有個燈裝反 那我們是不是要查一下燈 哪個是反的 你是忘記是哪一條 沒有啊知道啦 最後拆的是這一個啦 要是我可能剛拆下來 我就忘記是哪一條 方向燈是內側還是外側 內側啊 我忘記了 內側吧 內側 還是閃 對啊 內側還是閃啊 可是這個電子是沒有用的 還是要接著到這邊來 理論上會是一樣的嗎 這樣子雙黃電子是正常的 對啊 可是為什麼雙黃是正常的 前三下是好的 好 雙黃是好的 好可憐 有什麼 你給阿蓋水 我買兩顆 對我們當作壞的好了 我還有一次的機會 還有一個 不行 我就要再買新的電阻來試試看 好啊 沒有啦 現在雙黃了 不行 不行 沒有啊 沒有啊 對雙黃 我剛開心的一下 我就好了 所以後面沒有問題 那就是剩前面 因為之前我那一台是 前面一樣 前三下是這樣 後來我是用後面把它 它有一顆我把它換掉就好了 那一顆壞掉 還是側邊還有一個方向 側邊的方向 側邊的影響應該比較小一點 因為旁邊的炸彈是一樣的 主要是怕聲音 是大燈有問題 瓦數不一樣 我們要怎麼知道它的瓦數是一樣的 拔下來看啊 兩顆都要拔 不用啊 拔這一顆看就知道了 現在應該都一樣啊 哇 哇 這邊有在快閃啊 因為後面沒差啊 後面沒有問題 那就換前面了啊 把它拆下來啊 我記得好像不好拆 這邊有個螺絲拆這個會不會下來 可以試試看 調燈而已咧 對啊 沒有用 本來很喜歡這種美國車 哇 我還是整個鐵架給就好了 鐵架 快摸得到吧 摸得到就不用拆了 這整個斑的咧 這整個斑很大斑的咧 它後面是一個類似這樣 整個蓋子蓋起來的 它摸不到燈泡咧 所以要拆燈 所以要把那個蓋子打開 它拆這個大燈是不是要下保管 為什麼 美國車怎麼都這樣 我的也買要下保管 它是整個這樣一個 哇 像跟它類似這種大燈的感覺 可是換邊是好的啊 所以不是這邊的燈壞掉 搞不好是那個 可是你看 換這個又好的啊 搞不好是原來那個燈組是壞的 所以是電阻的問題 電阻換了啊 好啦 那前面應該是沒事啦 我先把它裝起來 不然拆一拆 這邊拆那邊拆到時候都不會裝了 等一下它上面還有兩個燈 你要不要試試看 這個是哪邊 這個是這邊 好像說不太行啊 裝了好像小燈 什麼鬼不能用 這是另外一台的嘛對不對 對 有亮嗎 不會亮 你有開嗎 而且沒有在亮 方向燈正常 正常 可是它不會亮 小燈好像會亮 也不會亮 我都開了咧 都不會亮 都不會亮 真的假的啦 煞車咧 煞車也不會亮 都不會亮 對啊 可是它插下去是不會閃耶 不會快閃 厲害吧 它不會快閃 真的不會快閃啊 都不會亮 都不會快閃 那個會亮還快閃 我繼續買電阻 我能買到我都買一圈 好啦 三五十塊都買好了 買一顆就好了 一歐姆買到八歐姆都沒關係 好 我們星期一繼續試 好 你看這台車 發動還有兩顆電品 很讚吧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嘿嘿 買了 我看很多的咧 所以你買了幾百種 你打開看就知道了 我那天睡覺睡睡 突然想到 在美國車 有的都怕阿蘇 歐洲車或美國車 有些電路板 那個電路板是複集的 如果正極不起 最後我們再改個複集看看 什麼意思 就這個加到複集上面 30 40 50 60 這12 這有20的 對啦 那就對了 等一下那就對了 不管怎樣買就對了 我們現在要用多少 我不知道 我們上次是8 8 8不行 你還要再買一個 想說搞不好這個 可能可以阿 要嘛就大一點 要嘛就小一點 先用12看看 好 改複集看看 我在猜的 我不曉得是不是 小燈會亮 來囉 見證奇蹟 3 2 3 3 3 1 3 2 7 所以它還是閃阿對不對 它還是在快閃 關掉再開 關掉再開 好累喔 要這樣開車 不能這樣開車喔 那你插到那邊去 它會不會是好 你看喔 它還是在閃阿 它是閃的 對它是閃的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一定不是車子陷入的問題 一定是這個的問題 我的邏輯是沒有錯 對 沒有錯 十二不行 一樣閃嘛對不對 嗯 直接四負起來好了 我會不會醉醉 我就這個靈感就是對的 你就要放棄又買何多個 不是啦我先試一下啦 借地只要有地就好了吧 欸你幫我打架放在那邊 好嗎 沒有用耶 所以不是地阿 還是快閃阿 那表示我的想像是錯的啦 換大一點好不好 所以不是負起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要先負起 因為負起才一次而已 不然你那個是一二三十五六六 對不對 最後一次負起 對啊 那這一顆多少十二 要大一點嗎 最大的給它 六十 這車這麼大它應該要好 我們六十好了 因為我不曉得它LED一顆是算多少 我們很多顆咧 對啊 你拿幾個 六十啊 你拿最大 我們這個LED很多顆嘛 這個應該沒有分正負吧 好了 連包都不想包了 我手扶著就好了 希望好了齁 一二三 還是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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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小的咧 最小的 最小的是六而已 六 好了啦 這次就好了啦 就是這樣而已 插下去就會不會好了 你有打嗎 有阿 就是閃阿 就是快閃阿 還是你關掉再一次 對啊 三下而已阿 到底什麼原因 有什麼啦 你把它改成 我不知道 這台車好難搞喔 為什麼會這樣 換邊也是一樣 對啊 那你拿那個 大顆的那顆 六十的那顆 對 都一樣 對啊都快閃阿 為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唉唷你的衣服好帥 好帥喔 好帥阿 不行 好 這顆是幾 最小的阿八阿 六是最小的 六試過了阿 剛有 十了 十 一般來講是 會快閃阿 是因為 傳統是 乳素的燈泡 然後我們給它換成 LED 它會覺得 瓦素不一樣 瓦素不一樣 它內組那個不一樣 它就會覺得好像燒掉 它就快閃了 那照你這樣講 其實 我們像這樣試是沒有LED 它原來就是LED 可是就 騙一下嘛 像騙電腦這樣騙一下 看看 沒什麼用 哇 死掉了啦 這樣喔 還有一面的機會 最後的機會 算了 不完了 我被它玩死了 好了 我們很認真買了一堆回來 十一顆都試了 不行 希望真的懂這種車的人大神 跟我們說一下 如果影片上了 你真的幫我留言一下 還是說 你知道哪裡有廠商在維修的 專門在用這種車的 跟我們講 我們趕快衝過去 喜歡記得幫我訂閱分享開啟的鈴鐺 我已經盡力了 我也盡力了 我也盡力了 買該買的都是買的 對啊 好 Yeah 拜拜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最快解決的辦法 是買一顆新的燈 對啊 耶 不是衣服 啊 你都買什麼 新的燈 新的燈很貴耶 三四萬 三四萬塊 你知道有時候去買一台豹衛車 也差不多有錢耶 YE 想辦法把它修好了 沒事吧 OK 本節目